第七十二集 哼,这就是靠山老祖给他的至宝 四周的几个大宗弟子看了半晌后都皱起眉头 那手持扇子的华佛青年皱起眉 仔细地看了一眼后冷笑起来 终要让身后的周凯去走近 就在这时,阵阵脚步之声从不远处的西城门传来 立刻引起四周修士目光看去 孟昊也是双眼一闪 但很快就微微皱眉 他看到了有十多个身穿白衣的修士 正从西城门处簇拥而来 这些人孟昊眼熟 他们的衣着张得一眼就认出 对方正是在那宝山内试炼的大宗弟子 眼看这些人是从西门踏入 无意中却是阻断了孟昊的出口 让孟昊眉头皱得更紧 但很快就放缓下来 右手一巧无声息地落在了储物袋上 前方可是南御紫云宗的师兄 在下取水宗孙华见过诸位道友 手持擅子的华夫青年 在看到那群白衣修士后 立刻双眼一亮 神色露出恭敬 连忙抱拳一拜 他话语一出 四周的其他赵国修士 也都纷纷神色露出恭敬 全部都向那群白衣修士抱拳 他们是各个宗门的翘楚 平日里在赵国 自觉高高在上 可遇到南御真正的大宗弟子 立刻就如同矮了一截 纷纷露出向往姿态 很是客气 且这几天 他们也都接到了各自宗门的预见 提醒他们 若遇到这群来自南御紫云宗的白衣弟子 一定不要招惹对方 此刻 这几人连忙传出声音 那些白衣修士 刚一进城门 就看到了赵国的这些弟子 但大都没有在意 无心去看 彼此都带着心事 但此刻 被人喊出了身份 其中有两人皱起眉头 目光扫却时 本带着不耐 可一眼看到了 刺入在地上的那把铁枪 脚步猛的一顿 踏着一顿 四周的其他弟子 纷纷诧异 看去时 几乎全部人 都是神色立刻激动 瞬间直奔赵国修士那里而来 孟昊眼中有阴沉之芒 一闪而过 他的四周 有这些赵国的宗门弟子 西城门处 那些白衣修士 如今也都来临 若是引动了这城池内的三派老怪 孟昊想要离开 则根本不可能 将孟昊包围的这群赵国宗门弟子 眼看紫蕴宗之人来临 顿是一个个精神振奋 能与紫蕴宗的弟子成为朋友 对于他们而言 在宗门的地位都会高出很多 甚至以后的发展也会有利不少 本以为对方高傲 不会理睬自己 可却没想到 紫蕴宗的这些道友 居然真的来了 还是孙师兄面子的 竟然真的将他们喊过来了 那是 孙师兄可是曲水宗长老敌亲 修为更是不俗 就算是紫蕴宗 想来也要给一些颜面 四周的赵国弟子 一个个立刻脸上露出奉承般的笑容 尤其是那华夫男子 更是目中有些激动 听着身边人低声的话语 内心颇为得意 他自存 自己的颜面还是有些作用 才使得这些人来临 此事一旦传出 立刻自己在宗门内的地位 就会不同 就算是在赵国修真界 也都会鸣声传开 此刻在他看来 孟昊那里都是小事 已经毫不在意 脸上带着笑容 他连忙上前 迎接那些白衣修士 在他身后 那些赵国宗门弟子 立刻跟随 俨然以他为首的模样 其中那几个女子 更是神色激动 孟昊双眼微微一闪 拔起铁枪 转身就要离去 诸位紫蕴宗大兄 孙某在凤天楼摆下宴席 请来赵国各宗内门弟子 作陪 一起宴请诸位紫蕴宗道修 孙华难掩神色的激动 更是得意非凡 此刻走出时 身后修士跟随 使得他更为凸显 尤其是那不俗的外表 更为地增加了几分色彩 俨然赵国宗门弟子之手的姿态 可就在他话语传出 抱拳在此一拜抬头后 紫蕴宗走来之人 根本看都不看他一眼 直接从其身边快速走过 不但是两三人如此 而是全部的紫蕴宗弟子 没有一个去看他 如直接吴氏般 从其身边快速走过 这一幕让孙华一愣 他身后的那些赵国修士 也都是愣了一下 就在这时 那军紫蕴宗的弟子 最前方之人 爽朗的笑声传出 道友留步 道友可是从宝山归来的道兄 道兄风采非凡 我总在山下亲眼目睹 很是敬佩 在下紫蕴宗千水痕 见过道友 不知道友高兴大名 道友可真是让我们好找啊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 道友可有时间 我让人去摆下宴席 在下紫蕴宗吕送 宴请道友 这十多个紫蕴宗弟子内 就属着二人修为最高 已经到了宁气八层 此刻二人脸上满带着笑容 快走几步 拦在孟好身前 言辞很是客气 临近后立刻抱拳 声音传出时 他们身后的其他紫蕴宗弟子 也都纷纷向着孟好抱拳 神色中带着敬畏之意 孟好眉头微不可查地皱起 但很快就松开 脸上露出笑容 抱拳与这二人回礼 沉吟间 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他知道 就算不说 这些人想要打探 也很容易 索性直率一些 这一幕落在不远处 已经被人忽略的赵国修士眼中 一个个都露出无法置信的样子 蒸蒸地看着紫蕴宗的那些弟子 与孟好的谈笑 纷纷脑海嗡鸣 尤其是孙华 更是面色连续变化 内心虽说憋屈 可看向孟好时 依旧也带着不可思议 他清楚地知道 这群白衣修士 是南域大宗紫蕴宗的弟子 这些人一个个心高气傲 不可一世 可竟然对孟好那里如此客气 且看其中不少人的目光 那分明是敬畏 他虽说不知晓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却能明白 能让这些南域大宗弟子 如此客气 定有惊人之处 额头觅出了冷汗 暗道 好在方才没有出手试探 否则的话 怕是自己这里 定会丢了颜面 莫说是他了 周凯那里也愣住了 他之前本在后悔 叫出孟好的名字 可如今看到这一幕 眼中顿时露出敬佩之意 孟师兄不愧是内门弟子 当时我给他灵食 他就风轻云淡 此刻哪怕宗门解散了 我等得如同丧家之犬 可他却能呼风唤雨 竟让南域大宗弟子 如此客气地对待 周凯内心感慨连连 百真阁内 巧灵眨了眨眼 看着被紫云宗 那些弟子簇拥的孟好 脸上也露出不可思议 尤其是此刻孟好的平静 与说话的样子 与之前在自己面前时 完全不一样 让他渐渐地 对孟好的兴趣 又多了一些 孟兄 这把枪 莫非就是你在宝山上 叱咤裙腰的质宝神枪吗 紫云宗的牵水痕 立刻将话语引到了 孟好手中的铁枪上 此枪他之前就看了好几眼 但却没看出不凡之处 可脑海中的记忆里 孟好就是拿着此枪一纸 就让妖兽身体血肉模糊 没错 孟兄当日在宝山的一幕 让吕某敬佩不已 我看此枪也眼熟 孟兄可不要否认 吕宋哈哈一笑 在一旁开口 孟好眼中露出一抹古怪 可很快就散去 笑着点头 当日在山上 孟某的确是拿着这把枪 此枪可谓质宝 在下亲眼看到 伤在此枪下的妖兽众夺 数之不尽 孟兄威武的样子 至今都还在脑海 吕宋立刻开口 看向那铁枪的目光 已经带了火热 更是抬头冷冷地 扫了一眼千水痕 二人目光对望 都露出对彼此的不善 也都看出了 对方的志在必得 他们之间的话语 被照过的那些修士听到 一个个立刻直勾勾地 看向那把铁枪 他们之前就是为了 孟昊的至宝而来 本要试探 可如今 一个个已然确定 不需要试探了 定是孟昊以此枪发威 这才让这些紫云宗弟子 折服 孙华双眼露出精芒 靠近几步 直勾勾地望着那把铁枪 第七十三集 吕颂笑着摇头 一副并不在意的样子 不过说起来 孟兄你可是把我们的试炼 给搅乱了 拿走了宝山上的 诸多丹药 灵石 还有法宝 此事 孟昊笑了笑 此随意地退后几步 无妨 那宝山是宋老怪的山峰 他口出狂言 谁有本事 谁就可以任意取拿 孟兄此举 千某觉得大快人心 不过孟兄 这把枪 你可愿出售 我紫云宗 定会给孟兄 一个公道的价格 牵水痕上前一步 盯着孟昊手中的铁枪 立刻开口 他有心仔细去看 可此枪被孟昊拿在手中 无法查看 且他修为不到助击 没有灵石 也难以隔空看出端倪 这 孟昊神色露出迟疑 孟兄 此枪对我等事关重大 还请孟兄割爱 吕宋双眼一闪 只想要先攻孟昊这里 等对方不得不同意之后 才是自己与千水痕 争夺之时 此刻也上前一步 平静开口时 隐隐露出一抹 咄咄逼人之意 宋老怪为人心狠手辣 孟兄拿走不少之物 都是他老人家的心爱之报 若非是我子映宗吴长老将他拖出 孟兄这里可就危险了 千水痕再次迈出一步 咄咄逼人之感更为强烈 话语传出时 威胁之意 已经不再去掩饰 四周的其他紫云宗弟子 此刻也都渐渐散开 隐隐露出包围之意 墓中大都露出精盲 大有今日此枪 志在必得之意 此枪 只是一把凡物而已 孟昊拿着铁枪 扫了一眼这些人形成的包围 又看了看前面这二人 皱了下眉 缓缓开口 孟兄莫要说笑了 在下绝不会认错 当日孟兄正式拿着这把枪 此枪枪身的位置 有一个凹陷缺口 当日在下看得是清清楚楚 吕颂哈哈一笑 目光扫过那铁枪枪身 孟昊一争 按照此人观察的 比自己还要仔细 就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什么缺口 此刻看去时 才发现的确是如此 可他这副表情 落在吕颂墓中 立刻就加大了 他的笃定之意 此刻尽管微笑 但眼中 却带了冷意 为了那门弟子的名额 虽说不可杀人 但除此之外 其他的手段 他可以不惜一切 就算是凡物 我等也要买下 这一点孟兄就不要继续说了 此枪我等是志在必得 还请孟兄 不要为难我等 否则的话 我们不高兴 孟兄也会不高兴 即便孟兄这把质宝在手 可我紫韵宗身为南域五大宗门 势力之大远非道有所想 况且 这把枪不是我们要 而是本宗五长老看中了 千水痕威胁之意更浓 话语间已露出寒意 这一幕转折 立刻让那些赵国修士们 一个个面面相去 但很快 神色就多彩起来 一个个默不作声 可看向孟昊的目光里 却带着嘲讽之意 尤其是孙华 更是笑容健起 他觉得这些人帮助试探 也是好事 不管最后如何 自己这里都可随机而动 况且在他看来 这孟昊就算是有着宝枪 也绝对不敢得罪紫云宗 这等难遇大宗 若孟某不愿 你等还要强夺不成 孟昊神色一变 眼中露出力芒 我等宗门 自然不会抢夺你的质宝 但孟兄可要想清楚 你得罪了我等 能有什么好处 况且 此物若我们真想抢夺 也大可让他人出手 何必自己呢 吕宋笑了笑 目光扫过不远处那些赵国弟子 微微点头 他的动作立刻让孙华等人精神一震 孟兄 千某敬你宝山风姿 也就不拐弯抹角了 今日这把枪 你卖也得卖 不卖 也得卖 鲜水狠眼中 冷力之芒一闪 断然开口 言辞极为冰冷 孟昊内心冷哼 这些人既然自找苦吃 他自然不会劝阻 但面色却是装作连续变化 更是退后几步 神色露出沉吟之意 半晌之后 斯猛地一咬牙 抬头时 双眼地露出了血丝 好一个紫云宗 这把枪 你们既然只要买 自行开架吧 孟昊大袖一甩 将铁枪刺入身前地上 面色极为阴沉 更露出心痛之意 孟昊话语一出 立刻四周一片安静 所有人的目光 都一刹那凝聚在了那把 此刻刺入地面的铁枪之上 千水痕哈哈一笑 向着孟昊一抱拳 既然孟兄已忍痛割爱 千某自然不会让孟兄吃亏 我这里有五百零石 千水痕说着 从怀里取出一个储物袋 在地上一到 顿时 哗哗之声传出 五百零石堆积如小山 立在了旁边 金光闪闪 在这一刻 直接吸引了赵国那些弟子的目光 让他们一个个幸灾乐祸起来 毕竟 五百零石数量 虽说不少 可也的确不多 若真买走了那质宝 倒也会成为日后的笑谈 莫说是他们 就连孟昊 也都皱起眉头 但他所想 与那些赵国松门弟子不同 他这把铁枪 估计值个几两银子 能换取五百零石 对于孟昊而言 已经是赚大了 笑话 你欺孟兄太甚 五百零石就想买走这把质宝 哼 吕某出价一千五百块零石 吕宋大修一甩 冷亨中取出储物袋 一道之下 花花之声再次传出 整整一千五百块零石 堆积在一旁 高出千水痕那里太多 看起来就极为壮观 尤其是精芒四溢 让人望之 忍不住沉浸在内 那些赵国的弟子 一个个心动不已 一千五百块零石 对他们而言 已经不少了 就算他们是三大宗门的弟子 也都很难拥有这么多零石 此刻呼吸微微急促 就连孙华也是怦然心动 他身后的周凯已经愣住 内心对孟昊的敬佩 越来越深 但内心极为后悔 之前不该喊出孟昊的名字 此刻暗叹 对于孟昊不得不拿出 智宝卖出的事情 很是自责 吕师弟 你好大的口气 千水痕冷冷地看了吕宋一眼 他今日对着智宝志在必得 在他看来 这智宝代表的是内门资格 哪怕付出一切代价 都绝对不可以放弃 因为进入内门的名额 就只有一个 如此一来 这吕宋就成为了自己 最直接的对手 使得这二人之间 很难协商共同压价买下 你等零石都给我 回了宗门后 我想办法给你们 千水痕回头 看向自己身后粉碎的 五六个同门弟子 这些人毫不迟疑地 一个个打开储物袋 纷纷取出了 积攒了很久的灵石 倒在了前方 一共两千一百块灵石 孟兄 这些是千某的全部植物了 千水痕此刻 不再以心痛 淡淡开口时 冷眼看向吕宋 吕宋面色一变 那一千五百块灵石 也是他向身后的 几位师弟借来的 这才拿出 可如今看到千水痕 既拿出这么多 尤其是看到孟昊 似有些迟疑 立刻一拍储物袋 孟兄 临时吕某没了 但吕某还有丹药 话语间 吕宋手中 出现了一个丹瓶 这里有三颗天水丹 适合宁气八层以下 修饰服用 是我子韵宗 丹房炼制的上好丹丸 每一颗价值五百临石 吕宋话语一出 顿时 赵国那群弟子 一颗颗纷纷目中火热 更为强烈 他们中 立刻有人知晓 这天水丹的珍贵 连忙告知 孙华呼吸越来越急促 他听宗门长辈说起过 这天水丹 宁气八层中 整个南域最好的三种丹药 就有这天水丹 就算是在子韵宗 这丹药 也非立下功劳的 外宗弟子不可得 千水痕皱起眉头 盯着吕宋 半嗓 这才一咬牙 拍了下储物袋后 也取出了一个丹瓶 天水丹 千某没有 但无关梦兄宁气七层 我这里有七颗地灵丹 是我当年立下功劳 被宗门赏赐的 对于宁气七层 最为适合 千水痕断然开口 第七十四集 区区地灵丹 吕某也有 吕宋冷笑 回头看了眼身后 跟随自己的那些同门弟子 这些人一个个都咬牙之下 取出储物袋 忍着心痛 凑了十粒地灵丹出来 看向千水和那些人时 他们已经红了眼 啊 那个 千雄 你看 孟昊怦怦然心动 腼腆地开口 千水痕面色一变 此刻明眼人都可以看出 他的物品明显不如吕宋 可今日之事 关乎晋升内门弟子 太过重要 吕师弟 今日你是要执意 与千某争夺是不是 好 千水痕眼中 绿色一闪 右手抬起时 一拍储物袋 立刻从他处带 飞出一道乌光 化作了一枚黑色的钉子 这钉子 金光闪闪 出现后 竟存在了虫影 拉出一串后 落在千水痕手中时 这才安静下来 通体黑色 带着一股难言的锋利之意 孟兄 这是千某宗门赐语的法宝 命为夺名钉 此物阴寒 一旦伤人可让伤口冰封 寒气入体 千水痕强忍着心痛 断然开口 这钉子一出 他身后的铜门 一个个都神色露出 强烈的羡慕之意 吕宗那里脸色一变 顿时难看 他没有想到 这千水痕 居然拿出了此物 孟昊睁大了眼 心脏砰砰加速跳动 那钉子一看就不凡 莫说是他这里 此刻那群赵国弟子 立刻嗡名起来 这是紫韵宗的夺名钉 我听长辈说起过此宝 这是独属于紫韵宗的宝物 据说只有一百零八根 每一根威力都十分惊人 孙华口干舌燥 死死地盯着那黑死的钉子 恨不能自己才是梦号 赶紧换走 成为自己的宝贝 吕宗面色连续变化 狠狠地一咬牙 今日他对内门弟子的晋升 志在必得 名额只有一个 一旦自己退步 就会失去了机会 此刻一拍除戴后 也是强忍心痛 取出遗物 那是一把羽扇 此扇由十六根羽毛组成 色彩斑斓 五颜六色 刚一出现 就立刻散发阵阵临危 让人心惊 孟兄 此物是吕某重宝 名为天和善 不需济炼就可施展 此善能托人飞行 大小变化 十六根羽毛 可散出公敌 也可环绕身前 变成羽盾 攻授兼备 虽然不是宗门之宝 但却是吕某一次造化所得 今日取出 换羽道友 吕宗面色极为难看 内心已经在低血 可为了与千水痕 这个宗门强敌 抢夺内门的资格 为了获得内门弟子的名额 他豁出去了 这扇子一出 千水痕面色顿便 身子后退两步 眼中已经出了血丝 他知道 此物是对方的重宝 此刻既然拿出 那已经是堪称拼命 与此同时 赵国的那些弟子 也都是一个个身色震撼 脑海嗡鸣 尽管他们不认识那把扇子 可却依旧能够看出 这把扇子绝非凡物 那凌威的强烈 让他们心惊之时 更是心动 孙华眼睛再次直了 身子微微颤抖 一股强烈的极度 弥漫全身 孟浩深吸口气 他此刻不再是欣喜 而是有些忐忑了 他觉得自己已经得罪了 对方所说的宋老怪 可眼下 这么发展下去 估计就连他们紫云宗 也要得罪得死死的 想到这里顿时身后 有些冒冷汗了 可今日局面 显然是他换也得换 不换也得换 可他这个样子 落在外人眼中 那皱眉的样子 有些阴险的面孔 分明是觉得 这些宝物 似乎还不够换取他的质宝 孟兄 我这里还有一颗 宁气九层需要的充裁单 此单极为珍贵 一力就可让所有宁气九层 修饰心动 虽说 还远远比不上助击单 可以价值很高了 千水很猛地一拍储物带 强忍着内心的滴血 取出了一个单瓶 可话语却不是对孟浩去说 而是死死地盯着吕送 这把枪 孟浩内心更为复杂 正要开口时 一旁的吕送仰天立笑 右手抬起肩 一把从怀里掏出一个锦带 一刀之下 有一粒圆滚滚的丹药落出 这丹药通体黑色 没有丝毫灵气外散 可看吕送珍惜的样子 分明是宝物 孟兄 此单不可吞噬 而是少见的法单 捏碎后会幻化成一只黑蝎 蕴含剧毒 可重创宁气九层以下 就算是击杀也有可能 这法单是吕某家族赐予的法单 今日拿出来给你 吕送红着眼 一样不是去看孟昊 而是盯着千水痕 手持此单 看似要换 可实际上 却是对千水痕的威胁 大有要出手决胜负之意 千水痕面色连续变化 目中精芒闪烁 已经露出杀机 但很快就忍下 缓缓开口 不如此宝算你我一起换去 送到吴长老那儿 让他老人家自己定夺算了 吕送沉默 他也不愿直接出手 若是在暗处也就罢了 可这里人多眼杂 之前也只是威胁而已 如今听闻千水痕的话语 点点头 尽管心痛 可眼看到千水痕 放下了那里冲台单 也咬牙中 将手里的法单 放在了面前的晶石上 看到这一幕 千水痕这才放心 也不问孟昊 直奔铁枪而去 吕送也是快步而走 二人同时拿住铁枪 同时拔起 一同抓住 都在彼此警惕对方 自然无心去查看 直奔城门急跑 紫韵宗的其他弟子 也立刻在后面 奔跑跟随 众人刹那就远去 直奔城门 身影渐渐消失 看方向 正是护国山脉而去 孟昊心跳加速 此刻毫不迟疑地 大修一甩 将面前所有东西都收起 赶紧转身 展开全速及持 那些赵国弟子 一个个双眼放光 尤其是孙华 更是眼中露出火热 转身 正要追击 却看到孟昊右手一挥 包扇飞出 拖在其脚下 使得他速度顿时暴增 急速远去 与此同时 在这西门旁的百真阁内 盘膝坐在单炉上的中年男子 此刻第一次睁开眼睛 其目光如电 此刻一看到 孟昊离去的身影 这些紫韵宗的弟子 一代不如一代 一个个愚笨至极 哪怕不到助击 没有灵石看不出端倪 也依旧是废物 他话语淡淡 落入此刻门内 巧灵等女子的耳中 他们之前目睹了发生的一切 此刻听闻这句话 纷纷回头 深色露出不解 那只是一把铁枪 这姓孟的小辈自己也都说了 是凡物 中年男子平静开口 重新闭上了眼睛 孟昊内心极为忐忑 站在那刚刚换来的宝扇上 用了全部的灵力 急促逃顿 他生怕自己逃得慢了 会有大劫 本来已经得罪了那个宋老怪 可如今 连紫韵宗也得罪了 这可不能怨我 那是他们强坏 孟昊叹了口气 自己也觉得有些无辜 毕竟当时的局面 他是不可能不换的 此刻连连叹息 跑得更快 要远远拉开 与护国山外之间的距离 得整个地方藏起来 突然一旦被追上 那就危险了 孟昊皱起眉头 此刻宝扇滑行之力消散 坠落大地 孟昊立刻收起此山 向前奔跑 不知何时才可以到铸鸡啊 到时候 就可以真正地在天空飞行 时间一晃就是两天 孟昊在这两天内 没有任何休息 急速赶路 回想自己从大青山上 被上官修追开时 几乎就没怎么休息 孟昊内心有些无奈 可如今必须要逃 不然 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此刻 在那护国山脉深处 那座宝山旁的平顶山上 吴丁秋 正一脸笑意地拿起起子 沉思了大约半个时辰 这才慢吞吞地放下 他对面的宋老怪 面色铁青 死死地盯着吴丁秋 冷哼一声 快速下了一子 宋老怪 你修为不俗 可这心境要不得 我被修士 将定气宁神 闪崩于浅 面色不改 你看你 只不过被个小辈 取了些杂物 就如此心神不宁了 吴丁秋捋了捋须 笑着开口 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 哼 换了是你 也是如此 宋老怪没好气地开口 第七十五集 定然不会啊 就算换成吴某 只会赞赏 不会动怒 我紫韵宗 讲的就是修养新性 岂能因这点事情 就会动怒 宋老怪 不是我说你 这修养的功夫上 你还是要学学 我们紫韵宗的 吴丁秋哈哈一笑 得意地开口 看着宋老怪的样子 他再次说道 吴丁秋笑容更为得意 皱纹都已经开了 宋老怪冷哼一声 没有说话 而是皱着眉 侧头看向远处 吴丁秋笑容更声 也随之看去 不多时 只见丛林内两道身影 快速跑来 正是千水痕与吕宗 他们二人同时拿着铁枪 此刻直奔平顶山 远处山林内 能够看到一些 紫韵宗弟子身影 正在跟随 拜见吴长老 弟子已经完成了 长老法旨 将这至宝换来 弟子拜见吴长老 幸不辱命 终将此枪换来 千水痕与吕宗二人 同时踏在平顶山上 齐齐开口 宋老怪面色阴沉 吴丁秋笑声回荡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 你二人很好啊 此次老夫做主 谨慎你们为内门弟子 不过你们没有为难 那位小友吧 回禀吴长老 我二人只是换取 并未为难他 宋老怪呀 来来来来 你我一同鉴赏一下 这把至宝神枪 吴丁秋大笑 袖子一甩 右手抬起时 立刻那把铁枪直奔他而来 落在了吴丁秋的手中 可此枪刚一入手 吴丁秋面色就一变 双眼立刻精芒一闪 仔细地看去 一旁的宋老怪 本来是面色阴沉 可如今仔细地看了眼 那铁枪之后 顿时目中露出光芒 睁了一下 很快 嘴角露出笑容 吴丁秋面色越来越难看 那把铁枪在他目中 无论怎么看 都只是废铁而已 此刻不甘心 一把拿起 向着山下某只妖兽一指 可那妖兽 没有丝毫反应 他面色已经难看到了极致 此刻缓缓抬起 冷冷地看向千水痕与吕颂 千水痕与吕颂正在激动呢 可看到吴丁秋的光芒 顿时身子一颤 眼中露出茫然之意 这把枪 你们是用什么换来的 弟子出了两千一百块零食 七粒地灵丹 一枚宗闻夺鸣 还有 还有一粒冲台丹 吴丁秋脸色已经开始阴沉下来 弟子也出了一千五百块零食 三颗天灵丹 一把宝扇 还有一枚法丹 吕颂的话语也随之传出 颂老怪的笑声顿时回荡开来 那笑声中带着一股宣泄之意 仿佛把这几日的郁闷 全部在这笑声之中散出了一般 一圈废物啊 这铁枪是假的 吴丁秋本就愤怒 又听到这两个弟子居然花了这么多代价 再加上宋老怪那笑声中的刺耳 顿时怒火攻心 此刻猛地开口低喉 他这声音在这一刹那 如雷霆轰鸣 直接扩散开来 朕的棋盘直接粉碎 震得他脚下山峰 更是崩溃爆开 千水痕与吕颂送二人 喷出鲜血 身子顿时倒卷 骇然之下 脑中嗡鸣 回荡的全部都是吴丁秋的那一句话 假的 二人茫然 吴丁秋的声音 更是在这一刻 传遍八方 回荡大半个护国山脉 甚至是扩散开来 隐隐地传入冬秀城内 一时间 他的声音如天雷滚滚 而冬秀城内 没有离开的孙华等人 心神轰鸣 纷纷愣了一下 但很快 孙华就想到了什么 身色顿时错愕 什么 枪是假的 这 孙华看向身边的同伴 此刻这些人 似乎也都想起了什么 一个个 面色立刻奇奇变化 不能说的是那把铁枪吧 百真阁内 巧铃正为一位修士介绍法宝 听到外界的声音后 一愣 下意识地 想到了孟浩宇那把铁枪 神色立刻露出古怪之意 单炉上的中年男子 睁开眼睛 墓中闪过一抹嘲讽之意 没有说话 再次闭幕 远离护国山脉的平原上 孟浩正在急驰 此刻低头 速度更快 护国山脉内 宋老怪笑声回荡 刺耳的笑声起伏间 让吴丁秋面色极为难看 他身为子韵宗长老 竟被一个宁气修士戏弄 虽说此事与他没有直接关联 但传出去 也定是丢人至极 此刻恨不能立刻找到孟浩 转身时 看到了千水痕 与吕宗二人惶恐的样子 更是厌恶 内心也暗叹一声 知道这军弟子 平日里都在宗门 没有多少与外人接触的经验 如同嘉雅的花朵 无论心机还是阅历 都明显不行 冷亨中 他把手中铁枪向下一扔 脉部间 叫展开神石寻找孟浩 可就在这时 宋老怪脉部一步挡在他身前 笑声得意之急 哎呀 哎呀 吴道友啊 你这莫要动怒啊 你紫运宗讲究的就是 定气宁神 修养星星 是不是 岂能因为这点事情 就动了怒火呀 哎呀 吴老弟啊 不是我说你 在这修养的功夫上 你还是得多研究一下 你们紫运宗的养气卷 啊 宋老怪哈哈大笑 可却摆出了今日说什么 也不能让对方如愿离去的姿态 之前对方不让他离去 他自然此刻也不能让对方如愿 你 你 吴丁秋面色阴沉 死死地盯着宋老怪 可却说不出什么 内心极为憋屈 哎呀 这棋盘也被你给毁了 这盘棋没下完呢 这样吧 你之前不是邀请老夫去你紫运宗吗 哎 我们这就走啊 去了你的紫运宗啊 我们说什么 也要下上几个月的棋 哈哈哈哈 宋老怪的笑容极为得意 此刻内心郁闷的气息一扫而空 尤其是看到吴丁秋的样子 更为高兴 至于孟昊那里拿了他的宝贝 此事 在宋老怪看来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能让眼前这吴丁秋 愤怒 这对他而言 就颇为开心 一口恶气尽出 此刻强拉着吴丁秋 摆出绝不会让对方走开的样子 吴丁秋心里郁闷 盯着宋老怪半赏 长叹一声 知道今日对方 定不会让自己追去 此刻一跺脚 忍下怒意 被宋老怪拉着 走向天空 哎 你们还不跟上 一群没用的废物 这一次内门弟子晋升 全部失败 回到宗门 每个人都给老夫 闭关修炼 吴丁秋转头 向着大地一吼 立刻 千水痕与吕宋身子颤抖 其他的弟子 也都一个个面色苍白 该死的孟昊 老子记住你了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 吕宋低头面色扭曲 咬牙切齿 脑海浮现孟昊那 腼腆的样子 更是气得双眼都要喷火 他这一辈子 就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 明明卖的是假枪 可却偏偏做出那种 心痛的表情 尤其是想到 自己用了那么多代价 如今更是晋升内门失败 使得吕宋 如今越是回响 就越是气得 几乎要喷出鲜血 无耻至极 卑鄙至极 孟昊 别再让我遇到你 否则我定将你碎尸万段 千水狠心痛自己那些物品 此刻不甘心地捡起那把铁枪 机遇抓狂 想到自己失去了 内门弟子的噤声 想到自己失去的那些 丹药和法宝 他对孟昊恨意滔天 看向吕宋时 二人目光对望 竟然有了同病相怜之意 这把枪要放在宗门内 要时刻提醒我们二人 此生 定要杀死这该死一万遍的梦号 二人目中杀鸡强烈 可他们试炼结束 必须要回宗门 但这恨意与杀鸡 却是藏在了心中 一辈子都不会消散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如果喜欢本书 请加入订阅 方便下次继续收听